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能宾室误会有情人陈眷术看得观众会心一笑 集结少是两大顶流明星林戴赵雷的西春图 可谓这类小品中的出色之作 导演岳峰在发挥各主要演员擅长戏录的前提下 适度加入虐而不虐的邪剧桥段 以流畅诙谐的方式将男追女隔层山的谚语趣味呈现 成就一幅以护震为起点以相爱为终点的幸福西春图 西春图设置于林戴颇为奔芒的1959年 他先于2月8日的农历大年初一旋风访台3日 以问候台湾同胞向三军将士拜年为由 澄清与时任中共人大代表的龙云之子龙绳勋交往的传闻 7月下旬又为黄梅调剧作江山美人与男主角赵雷连媚至宝岛随片登台 9月中再赴美度假参访一个月 足迹遍布夏威夷、好莱坞、拉斯维加斯等地 即便外游行政满党 身是急望的林戴仍有6部电影推出 除去卖座鼎盛又荣音第6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的江山美人 其余运往三星半月云商艳后梁尚佳人与西春图均为时装片 后四者更都数时装文艺轻喜剧 有趣的是西春图开尽当日自述 近年来尝试演过几部喜剧片后 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多演几部喜剧的林戴 却在接受平面媒体访问时道出另一番新意 我是喜欢悲剧的人 喜剧像一杯糖水只是甜而已 悲剧像一杯咖啡滋味深长 只有悲剧才能感人肺腑 令人永之不忘的 记者不解他既偏好悲剧为何总演喜剧 已是港台国语片首期女星的林戴无奈回复 我只是演员只能有选择剧本的权利 至于拍什么类型的片子 这是公司的决策 话虽如此 林戴的喜剧却有一番独到的傲娇韵味 尤其擅长以怀抱敌意的言行掩饰内心的惶惶不安 明明喜欢又故意戏弄对方 明明有好感又让他吃闭门羹 吃灵带牌头的若是喜剧战手陈后 便是至军力敌的对手 若是忧郁小生雷震 就是以柔克刚的伙伴 若是皇帝小生赵雷 则可营造出一种实力悬殊的邪趣 一抢一弱 一精明一傻气 性格反差酝酿的异性相惜 正是西春图的看点所在 西春图故事叙述 临近海湾的半岛大厦底层 逐设有高档茶厅商场 还有多家航空公司在此设立办事处 青年作家赵磊饰演的陈牧 十分偏爱茶厅的情调 每日下午都带着纸笔 坐在固定的角落位置写稿 不巧这天座位被一对年轻情侣截去 她只得随遇而安 坐到靠近商场的一侧 陈牧不轻易往航空公司橱窗一看 竟发现一位美丽非凡 由林黛饰演的年轻女子 陈牧乍看以为是模特儿 定神仔细偷窥 才知是一名真人 正欲进一步追看 女子已驾驶一辆崭新的汽车离去 陈牧一惑想 若是航空公司女职员 怎会有这么漂亮的汽车 回到租屋处 陈牧向室友间好友老张 讲述这段奇遇 老张见自述一见倾心的陈牧魂不守舍 建议她拿出作家的功力 写封文情并茂的情书 必然能打动女孩子脆弱的心肠 隔日陈牧再度来到半岛茶厅 为目的已非写作而未追女 她鼓起勇气走进航空公司柜台 假意询问班级资讯 女子神情淡漠回答 全然无视陈牧的不知所措 期间女子接起电话 自称我是林海伦 陈牧乐不可知 因为她终于窥知 意中人的真实姓名 返家后 陈牧使出浑身解书撰写情书 再将其寄至海伦工作处 算准性抵达的时间 她坐在茶厅内静候邮差 再以望远镜目睹 海伦收信后的反应 在香港所有的茶厅里 我是特别偏爱半岛的 因为半岛的建筑本身就是一座西洋式的古堡 是想一位绝代家人坐在古堡内一座景色迷离的玻璃大橱窗里 你没法不疑心置身仙窟呢 陈牧的信件先捧海伦入仙子 再探自己发现的太晚 又说不能怪自己唐突来信 她幽默写道 那么你得先怪自己 谁叫你生的这样美丽而动人呢 信末她又如打预防针掰劝告 一个好的开端往往等于一半成功 但愿这封信的归宿不是自制篓而是抽屉 海伦本已将信丢进自制篓 但想起信中美丽而动人的赞美又将它拾起 各种转折全然透过望远镜传入陈牧眼中 庆幸两人有一个好的开端 此后陈牧一天一封信 信心都收入海伦的抽屉 一个月过去 陈牧在第三十封信中吐露欲见面的渴望 她约海伦于当日下午五点至美丽华餐厅 自己的桌上会放一本青春之恋的小说 海伦对邀约兴趣复杂犹豫不决之际 父亲林正言来到房间 她担心女儿受到自己妹妹林淑英影响而痛恨男人 积极劝海伦多认识些异性朋友 海伦因同情姑妈遭男人欺骗的遭遇 而对感情抱持怀疑 但见父亲持不同看法 便将三十封情书交给她判读 林傅直觉沉默是一个诚恳的人 劝女儿不妨与她见个面 海伦受到鼓舞欢天喜地准备出发 不料看到情书的姑妈却不以为然 她善善反嘴 男人会好我就不信 他们追求你的时候 你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 等你被她骗上了 那你就苦了 她跑得远远连面都不见了 海伦在姑妈的刀具身中出门 来到餐厅 已喝了三杯咖啡的沉默 终于守得云开 她迫不及待向海伦表忠诚戴高帽 不料这些情深意切的爱语 在海伦耳中却成姑妈嘴里的不择手段 完全不知雾彩雷居的沉默 自以为是的持续进攻 现一情之余还不断往海伦方向寝 更约她到蓝天夜总会续玩 海伦越发觉的不是 谎称已答应爸爸要回家吃饭 才得脱离沉默编着的温柔网 海伦离去前回头一望 竟发现沉默和另一名女子相谈甚欢 女子更坐到她的位置上 海伦心情悲壮 做是姑妈所言不虚 其实女子是沉默好友的妻子 两人极数偶然巧遇 海伦回到家气氛对姑妈诉说 遭妻的经过 曾被人骗的姑妈加码道 说不定她已经有太太了 隔日沉默满怀希望来到半岛茶厅 却见海伦异常冷淡 餐厅适应健壮 八卦称海伦追求者重 许多滑头客人都以买机票为由趁机搭讪追求她 海伦对此总是爱理不理 许多男人都吃过不少苦头 沉默本是半信半疑 但之后的发展却全如适应所言 海伦就当她是一般顾客 甚至更冷淡 沉默就如斗败攻击 垂头丧气 感到迷惘和困惑 话虽如此 沉默还是继续提笔写信 请你不要误会 误会我是烂交女朋友的人 无奈此次她用望远镜看到的 却是海伦把性撕碎的镜头 然而下一秒又出现反转 适应称有电话来找 沉默接起竟是海伦的声音 沉默直接约海伦晚上八点蓝天夜总会见面 海伦故意拖长音回 怎么你也喜欢跳舞 沉默没听出悬外之音 内心充满期待 沉默在夜总会等待片刻 终于盼得女神 海伦却是一心恶整登徒子 趁沉默帮她捡手帕时 一不小心手滑把牛奶撒了她一头 狼狈没几分钟 海伦又领着沉默进舞池 随着漫舞结束后 沉默的快乐也到了尽头 海伦故意接受阿飞邀请 入舞场大跳激舞 甘瞪眼的沉默越想越恼火 明明不会喝酒 却是白蓝帝一杯接一杯 有酒壮胆 沉默大摇大摆冲进舞池 却跌倒在地 全然失了面子 海伦将恶整一世 告知痛恨男人的姑妈 两人笑得前仰后倒 尽管在姑妈的教导下 对沉默心存怀疑 但海伦仍对姑妈说出真心话 我看这个人不怎样坏 倒是很老实的 姑妈决定与海伦父亲生日时 邀请沉默参加 趁机好好考察一番 生日当天 灵妇的表弟刘医师盛装出席 姑妈灵机一动 海伦 让你表叔叔做你丈夫好了 刘医师不以为然 不喜欢就算了 何必拿人家耍着玩呢 但她还是勉为其难答应 沉默满心欢喜来到生日宴会场 灵妇对相貌堂堂的她 她颇为满意 姑妈则不断找机会捉弄沉默 当头伴鹤 就是故意透露 刘医师与海伦是一对夫妻的假消息 沉默文言如晴天霹雳 一时间天旋地转 整个生日宴 沉默在姑妈和海伦的轮流戏弄下 闹得头晕眼花 灵妇十分不以为然 告诫婆感后悔的女儿 莫再如此 隔日沉默一病不起 老张找来医师为她诊断 无巧不巧此人就是刘医师 她顺势告诉沉默真相 这时患被恶诊的沉默心有不甘 决定请老张好友妻子 杨太太假扮成自己的妻子 再过一天 沉默去信海伦下午五点 至美心餐厅碰面 海伦满怀千亿与 渐渐萌生的爱意赴约 沉默却说自己已经结婚 不应该再向你追求 海伦正欲发作 却在洗手间遇见老同学杨太太 不明就里的杨太太 就将扮演人机事如实告知 她本想请杨太太帮忙反诊沉默 但她因不想闹僵而婉拒 心高气傲的海伦感到忌气又恼 眼泪如断线珍珠滑落 灵妇见女儿气骂 我也和姑妈一样抱定独身主义 随即倒破姑妈刚才接到情人的消息 立刻与人双宿双飞的喜讯 正巧杨先生领着沉默到灵府致歉 两人听到灵妇在房内指责海伦 孩子气太重的教诲 海伦面子有些过不去 却已难掩心之所向 大从心底愿意接受沉默的单独道歉 本片能以简单的剧情 拍出趣味浓厚的片子 喜剧而不对气胡闹 在国片中还是少见 但观时下香港导演 能超出岳峰之幼者也少 影谈人称岳老爷的资深名导岳峰 于1959年加盟少事 西春图是他在新东家完成的第二部作品 首作为丁红尘后欧木兰主演的丈夫的情人 岳峰常于处理人与人间的细腻互动与心境变化 在少事出示提升的作品 亦均着重于爱情里的勾心斗角 谈到西春图的主旨 岳峰称其是一部风格轻松 主题严肃的电影 进一步说就是不能以 游戏玩弄的态度对待恋爱与结婚 亦不可高唱独生主义高调 是婚姻如蛇蝎 身为一名导演 岳峰秉持第八艺术寓教娱乐的使命 着重于端正剧本的主题 而非将重点放在女主角的美丑 或动辄以肉感性感来赚取票房 不论欲传达的概念是否全然正确 为总是站在善意的一方 如此走正道的职业道德 使岳峰从影数十年人为圈内同行敬重 有趣的是记者好奇西春图中加插一段 由林黛领衔的呼拉圈舞是否源于商业观点的考量时 岳峰却是斩钉截铁的否认 绝不是 而是本着电影艺术对观众应付的三种责任之一的 供给观众许多切实的知识 使他们多方面的增加能力 那时正是林黛在大观片场拍西春图 如小咪拍玫瑰夫人就会在大观片场与情敌场见面了 与岳峰同期加盟邵氏的重量级引人 还有知名度极高的银色夫妻李丽华与颜峻 据传李丽华对于夫婿可能在片场巧遇 曾交往四年的前女友林黛颇感不悦 为在尊重公司安排的前提下 只得不着痕迹的能避就避 为此李丽华推掉与西春图同场拍摄的新作 却不好让严峻也和自己一样遇待就退 自曾经的林严党成为同事后 两人的再次合作已成为吃瓜群众颇为期待 李丽华深感忧虑的肉中刺 所幸此时的林黛已与龙生勋开展远距离恋情 服饮年貌更是她搭档的关山加盟 以颜峻为男主角的几率大减 李丽华甚或颜峻终得松一口气 对比记者笔下林黛与现对手也就是李丽华 前男友也就是颜峻 片场狭路相逢的惊心动魄幻想文 谈笑丰生的林黛似不受影响 毕竟此时的她分分钟都得充分利用 已无侠向整肃西春途中的赵雷娜般的显功夫了 林黛与尤敏在文艺片子上竞争演技 两人都是各有千秋的 在演技上竞赛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观众与舆论是必然会支持的 希望这两位影后多在这方面下功夫 1959年辅自邵氏转投电帽的游敏 凭作家杜宁援助女儿新改编的文艺片《玉女思琴》 首度荣莹影后 好消息也激发当时的两届影后林黛的斗志 拍摄西春途的同时也着手请杜宁撰写新故事 在与导演李汉祥商讨新构下 25岁的林黛满怀雄心壮志宣示 我要在文艺片子上大显身手 日后拍成的《不了情》 虽是出自另一名女作家潘柳黛手笔 却也完成林黛好悲剧 与文艺片发挥演技的愿望 让她以西春途带给观众笑料甜味的同时 也能凭《不了情》创造滋味深长的鱼韵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